1985年4月 为了能顺利上位 还只是个小头目的华金古兹曼 挖通了美墨边境的第一条走私隧道 而为了保证地道的位置不被泄露 工程结束后他更是直接下令 处决了在场的所有工人 可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老大米格尔时 却被对方当场泼了一盆冷水 但矮子却没有心灰意冷 一心想上位的他决定亲自飞往哥伦比亚 会见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白面出口商 巴伯罗埃斯科巴 可对巴伯罗来说 矮子这种小人物实在入不了他的眼 就在他准备直接将其赶出庄园时 听到这儿 巴伯罗决定给这个晚辈一个机会 因为即便是人称天空之王的阿曼德 运送一批货物的时间也需要三到五天 但如果矮子没有在48小时内完成 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时间紧迫 接下任务后矮子立刻着手安排 可就在他准备先把货物运到墨西哥时 一伙蒙面歹徒突然出现将他绑走 而幕后主使不是别人 正是矮子的老大米格尔 显然他破坏规矩 私下联系巴伯罗的事情已经被他察觉 米格尔本打算将他当场除掉 结果没想到阿曼多竟然在旁求情 就这样矮子带着货物成功返回了墨西哥 但他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很快一队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他们不由分说将矮子的一根货物全部查封 而在底层摸爬滚打多年的矮子 一眼就看出有人在故意搞他 果然在他的威胁下 警察局长供出了幕后之人 正是天空之王阿曼多 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 但由于实力不够 矮子只能先将局长扔在阿曼多家门口示威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矮子刚取回货物 就再次遇到了麻烦 美国缉毒警察突然出现并袭击了他们 在一阵枪战后 古兹曼被成功抓获 但他却异常淡定 直接提出以1500万美金换取自己的自由之身 面对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探员立刻愉快地点头答应 在缉毒警察的庇护下 矮子很快到达了墨西哥边境 只见他们将货车开进一处废弃工厂 在其中一间屋子里 几人将一个破床搬开 一条由墨西哥边境通往美国的地道 立刻映入眼帘 在众人的努力下 最终矮子在规定时间的最后10分钟将货送到 而他也因为这次优秀的表现 与巴伯罗达成了进一步的合作 可即便如此 他的江湖地位还只是一个小头目 当他准备来到地华纳开拓新市场时 遭到当地老大拉蒙兄弟的拒绝 显然拉蒙兄弟并不把现在的他放在眼里 但拥有巨大野心的矮子又怎么可能轻易善把甘休 于是他在地华纳租下仓库 又花重金收购了一个辣椒工厂 矮子将货物藏在里面浑水摸鱼 经过一番操作成功躲过了拉蒙兄弟的眼线 发财后 矮子拿着一大包现金和一辆崭新的跑车找到了米格尔 希望可以得到老大的认可正式上位 不曾想米格尔根本看不起矮子 不但将他侮辱一番 还直接把跑车钥匙丢在了他的身上 矮子被气得怒火中烧 但他很快便等到了上位的机会 随着墨西哥新任总统上台 政府打算对各大毒枭的势力重新洗牌 以达到掌控全局的目的 因为形势越发嚣张的米格尔 已经慢慢脱离了掌控 为此他们先是建造了一座国内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 然后迅速采取行动将他抓捕 至此毒枭教父米格尔的统治时代彻底落下帷幕 而为了平衡毒枭之间的势力 布兰科将军召集了所有头目 并利用米格尔的名义对地盘重新划分 而近期一直表现出众的谷兹曼 也正是上位成为了一名老大 但他却没有骄傲自满 因为矮子心里清楚 由于自己根基不深 他的老大之位并不牢固 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实力 而随着米格尔的突然倒台 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眼前 于是回去后他立刻带着手下南征北战 收服了米格尔大量的残余势力 并第一时间找到了他的律师 成功拿到了米格尔贿赂政客高官的所有证据 而这也成了他今后称霸多年屹立不倒的原因 可正当矮子发展的顺风顺水之时 一直看不起他的拉蒙兄弟竟主动邀请他参加聚会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此次聚会进食整个墨西哥的地下世界为之震动 这是墨西哥最可怕的生日宴会 能参加的都是当地雄霸一方的毒枭 只因为觉得对方江湖地位不够 大毒枭拉蒙竟然直接拔枪 将宋礼的男人当场打死 接着感觉不解气的他又对着男人的尸体继续射击 直到将手枪内的所有子弹打空才心满意 而这个被打死的男人 正是古兹曼的好兄弟 收到消息的矮子被彻底激怒 对方不仅之前看不起自己 如今还杀了他最好的兄弟 他发誓一定要让对方血债血偿 至此 墨西哥史上毒枭之间的最大战役打响 很快矮子便打探到了拉蒙兄弟的位置 报复立刻开始 他先在半路截停了对方的汽车 随后一大批杀手从中杀出 矮子更是抱着一把A 对着车上的二人疯狂扫射 不过幸好 谨慎的兄弟俩一直在车上配有防弹玻璃 这才让他们躲过一劫 在扔下一句狠话后 二人驾车仓皇逃走 但矮子却并没有继续追赶 因为对他来说 此次行动更像是宣战 他就是要让所有人明白 自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马仔 任何得罪他的人都将付出血的代价 双方之间的战争很快传开 为了保证大家的利益 另一大毒孝伊斯梅尔打算充当中间人 调停双方之间的矛盾 但矮子却态度强硬根本不肯妥协 因为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除非其中一方率先倒下 况且他们心里清楚 拉蒙兄弟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与此同时 关注这场战争的还有墨西哥政府 他们不希望毒枭之间的火兵 造成社会大规模的混乱 于是布兰科将军找到矮子 并对其进行了警告 如果再继续乱来 政府就会对他采取行动 矮子表面点头答应 却在背后制定了更加恐怖的复仇计划 但拉蒙兄弟显然也不是好惹的人 就在这天 一辆小汽车突然停在了矮子家的门口 司机停下车后 二话不说就往外跑 就在众人心存疑虑之时 随着一声爆炸 外面的卡拉咪当场领了盒饭 幸好距离较远才让矮子两人躲过一击 而面对拉蒙兄弟的这次反击 矮子也很快有了动作 他高价买到对方仓库的位置 随后直接带人发起了攻击 不但干掉了拉蒙所有的小弟 还将车上的货物全部解锁 可随着两个贩毒团伙之间的火拼愈演愈烈 墨西哥政府终于坐不住了 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领导 让毒枭能维持平衡 经过一番商议政府最终决定 放出曾经米格尔集团的二把手阿曼多 由他坐上毒枭一哥的位置制约其余老大 很快王者归来的阿曼多 把两方人马召集到了一起 并说了政府方面的要求 只要双方进行停战 政府不但会放他们一马 还会提供些许好处 如果不同意 那就只有坐牢和死粮中选择 在阿曼多的劝说和政府的压力下 两人终于决定握手言和 但他们都知道 这样的和平并不长久 果然就在第二天一早 矮子便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好兄弟金毛的妻子和孩子 被人残忍杀害 就连行凶过程都被做成录像待机了过来 而这一切当然是拉蒙兄弟派人干的 这样负责调停的阿曼多 感觉自己被打了脸 他找到拉蒙兄弟 让对方给一个解释 可二人却表示 之所以这么做都是为了他 自从矮子掌握了哥伦比亚的货源后 势力越来越大 如果不对他进行压制 假以时日 他一定会威胁到阿曼多的利益和地位 而另一边 面对毫无人性的拉蒙兄弟 矮子也被彻底激怒 他先是找到了大毒枭伊斯梅尔进行联盟 并抓到了杀害兄弟家人的凶手 为金毛报仇 随后矮子又给一位政客打去了电话 双方达成交易后 政客直接给矮子调来了一支军队 随后他们全副武装来到拉蒙兄弟藏身的酒吧 队里面的人展开了无差别攻击 见此情形 拉蒙急忙通过厕所窗户逃了出去 但却有无数平民因此丧命 这次事件让政府高层愤怒不已 他们给阿曼多打去电话 并对他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不能解决此事 就将他重新扔回监狱 而阿曼多也向政府下了保证 但他却没有直接展开行动 而是先下令停掉了对方的声音 虽然矮子很是不满 可毕竟阿曼多才是政府授权的毒枭首领 他只能暂时答应 但失去生意的矮子并没有心灰意望 很快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他打算逐步掌控整个城市 于是他疯狂地买下大量的酒店和房产 但他不知道的是 一场危机即将袭来 很快当地警察局长便找到了他 表示有个机会可以让他结交最高检察长 只需要给他100万美金就会安排好一切 面对这么好的结实机会 矮子当即答应了下来 可以转身 局长就把他的行程500万卖给了死敌拉蒙 得到消息的拉蒙立刻组织报复 他用重金在别的城市聘请了一大批杀手 计划在矮子的必经之路发动袭击 然而从外地来的杀手们并没有见过矮子 只记得他的汽车颜色和型号 于是到达目的地后 杀手们立刻对着一辆同款汽车疯狂输出 巨大的枪声很快传到了矮子的耳中 并让他提前做出应对躲过了一劲 但此次事件却造成了7人死亡 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位极有影响力的红衣大主角 很快该事件被媒体大规模公开报道 面对如此恶劣的影响 政府必须给民众们一个交代 经过高层们一番商讨 他们最终决定让矮子成为这次事件的替罪羔羊 对外宣称是他组织并杀害了主教和其他无辜的人 随后政府更是发布了500万美金的全国通缉令 进退两难的矮子只能给老大阿曼多打去电话 希望他可以帮自己一把 可就在二人通话时 阿曼多进旁敲侧机打听他的藏身位置 此刻矮子才终于明白 这一切都是阿曼多设下的圈套 他直接挂掉电话开始了接下来的逃亡 他带着亲信来到曾经藏钱的地点 打算将其挖出作为跑路资金 可当矮子全部将钱挖出后 却被气得当场口吐芬芳 原来由于地下潮湿 导致这笔巨款竟然全部发霉腐烂 无奈他只能先和亲信藏在酒店 电视正持续播放着他的通缉信息 经过商议 矮子决定先想办法逃到萨尔瓦多 因为他在那里还有一批五吨重的木 而这也将是他唯一东山再起的资本 此时他急需大量资金支持 和他的家人和兄弟都遭到了政府的严密监视 无奈矮子只能联系他的女友帮忙 由他将自己需要钱的信息 转告给好兄弟金毛 机智的金毛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下 静悄悄将钱藏进了垃圾袋 并成功用垃圾车辆带了出去 不久后女友把钱送了过来 可就在矮子高兴地准备钱去接应时 刚一出门便被警察拦了下来 原因竟是他们的车辆没有牌照 这让车上的两人虚惊异常 根据当地法律 警察要对他进行罚款并把汽车拖走 但这时矮子却主动叫住了警员 表示自己愿意出一万美金 只需要他帮忙引荐局长 面对这么好赚的钱 矮子认为对方肯定会愉快地答应 却不曾想在汇报完后 小警察竟直接掏出手枪 将两人压上了警车 见到警察局长后 由于矮子刮掉了胡子 对方愣是没认出来 站在他面前的 竟是政府悬赏500万美金的头号 毒销华金古兹曼 可矮子却直接自曝了身份 矮子表示如果局长肯帮自己逃到境外 他就可以单独拿到100万美金 不用和任何人平分 但正值的局长却打算依法办案 因为捉到古兹曼不但可以得到赏金 还可以立下大功扬名利万 可就在矮子把金额提高到200万美金时 局长马上就争相了 亲自将矮子护送出境放了他 而此时他的五吨货物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就等他前去指挥交易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负责看守货物的小弟 竟把这条线索高价卖了出去 得到消息后 墨西哥政府立刻采取了行动 而刚到威地马拉的他 还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被人出卖 虽然边境到处都贴着他的悬赏通告 但矮子却丝毫不慌 因为早在进城前 他就已经用重金买通了当地的军官 对方不但热情地接待了他 还为他引荐了当地大毒枭赫雷利亚 矮子想跟他达成合作 可赫雷利亚却认为如今四处逃窜的矮子 根本没有与他合作的资本 矮子表示自己还有武功户 只要对方同意合作 他就多让出4000万美金的利润 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赫雷利亚当即答应了下来 不过他要求必须先见到货才可以继续往下谈 于是为了成功取回货物 矮子花费重金聘请了一大批当地杀手 可通过打探到的消息 众人却得知缉毒局已设下了白服 就等着矮子取货自投罗网 但如果丢失这批白面 矮子将在无翻身的可乐 在三思考下他最终决定输死一搏 通过武力将货抢回 然而杀手们却打起了退堂 他们可不愿意得罪美国了 听到这矮子失去了理智 直接拔出手枪进行威胁 可就在这时 美国缉毒警察突然出现发起了攻击 原来是他们见矮子迟迟不来取 决定主动出击 好在矮子身手敏捷 带着亲信成功逃了出去 可当二人回到住处后 却发现这里早已被警察包围 无处可去的他 打算用仅剩的150万美金当作见面 投靠毒枭赫雷利亚以寻求庇护 这次不再是合作关系 而是直接成为对方的马仔 他找到之前收买的军官 希望他充当中间人安排双方见面 可当他到达指定地点后 士兵却突然将枪口对准了两个 原来这一切都是军官的阴谋 他觉得矮子已经没有价值 打算再利用对方换取一笔赏金 没办法矮子只能孤注一掷 提出用自己的150万买两人的自由 虽然指挥官愉快地点头答应 可他拿到钱后却没有履行承诺 反而让人将矮子等人再次抓了起来 随后把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至于他的五吨货物也被缉毒局全部收紧 为了将矮子顺利押送回国 政府高层直接派出了几百人的特主部队 墨西哥最高军事统帅布兰科将军与缉毒局高层 更是不远万里亲自前去指挥 可矮子不愿意放弃一丝逃跑的机会 在回去的路上他找到布兰科将军 并对他说自己掌握着大量政府高官的受惠证据 但布兰科将军对此却毫不在意起身就要离开 毕竟火没烧到他自己屁股上 然而接下来矮子说出的一人却让布兰科不淡定了 总统的亲兄弟竟然也和毒枭们有过交易 如果这个消息曝光出去 肯定会对总统有不利的影响 于是布兰科将军马上向总统汇报了情况 明白事情严重性的总统立马下令 到达墨西哥后要越过庭审 迅速将矮子关进安全等级最高的监狱中 不让他有对外说话的机会 但令布兰科将军没想到的是 当他回到墨西哥后早已误实人非 自己的位置已被手下康拉多所取代 原来是康拉多趁将军抓捕矮子的时候 暗中收集了他大量的犯罪证据 并将其拿给总统得到了他的信任 成为了总统的第一红源 如今总统更是将处理矮子的案件交由他全权负责 为了让他保守秘密并替政府背过 狡猾的康拉多根本没给矮子谈判的机会 而是直接以家人的性命作为威胁 逼迫矮子听从自己的命运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矮子竟又爆出了更大的挂 表示自己手里还掌握着总统最大政敌的犯罪信息 如果他们可以合作 总统就能轻易扳倒这个敌人 面对如此有价值的情报 康拉多成功与他达成了合作 但他要求矮子 必须对着媒体按他的交代承认罪行 而作为交换 自己可以想办法给他换一座舒服点的监狱 就这样矮子在媒体面前承认了一切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正当矮子认为马上要过上舒坦日子时 接下来发生的将会让他铭记终身 将他关进了安全等级最高的监狱中 而能被送到这里的 都是该国最穷凶极恶的罪犯 每位犯人都是单独关押 并且不能和任何人讲话 一旦犯错就意味着要接受地狱般的惩罚 而矮子进来的第一天 就被预警上了一课 队长训完话后 立刻要求他脱光衣服进行深蹲 一旦中途愣神 体罚还会再加上一倍 见此情形 在外面杀人如麻嚣张至极的矮子 现在却不敢有一点脾气 体罚结束后 矮子被关进了单独牢房 第一天入狱的他打量着牢房中的一切 这一晚他彻夜难免 而第二天天还没亮 他们便被预警叫了起来 早饭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吃的是难以下咽的食物 并且少得可怜 很快到了忘风的时间 矮子仔细地打量着这座牢固的监狱 在想着自己曾经奢华的生活 此时的他对自由充满着渴望 一个月后终于等到了探监的日子 跟其他犯人一样 矮子也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家人看望 可他等了半天也不见自己家人 原来是监狱以检查为由 拖住了前来探监的矮子母亲 最终矮子也没等到家人 御友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监狱的手段 为了就是要摧残矮子的精神防险 将他彻底击垮 冰冷的牢房让矮子感受到了无尽的孤独 在夜里他更是偷偷地流下了眼泪 不过幸好他还可以见到律师 他询问对方 有没有跟康拉多谈过为他转换监狱的事情 律师说康拉多答应会遵守承诺 但是至少要几年后才可以操作 得知自己还要在这个地狱般的监狱待上几年 矮子简直要当场崩溃 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想其他办法离开这里 终于几个月后矮子等到了机会 在一次与律师的见面中他得到消息 御警队长的女儿得了重病 而对方根本负担不起这高额的费用 于是找到这个突破口的矮子 趁着放风两人独处的空档走到队长身边 可没想到队长在看了矮子一眼后 却直接将他一顿报答 甚至连晚饭也不让矮子吃了 不过还好被打伤的矮子遇到一位好心的医生 对方不但给他细心检查了身体 还给他开了几片安眠药 要知道在这种地方能睡个好觉 可是所有犯人的奢望 可在吃午饭时 矮子却主动把药分给了旁边的御友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正是自己的好心险些害死对方 就在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因服用安眠药睡觉的御友没有准时起床 被狱警搜出了剩下的药片 然而御友却非常讲义气 不管队长如何逼问 他始终没说出药片的来源 而他的下场 就是被关进监狱最可怕的禁闭室中 那是所有犯人都恐惧的惩罚 看着被自己连累的御友 第二天矮子便和其他人一起进行了绝世抗论 可最终得到的 只有御警狠狠地暴打与折磨 然而就在两天后 御警队长竟主动找到了矮子 暗示他自己女儿的病情家中 老坚俱华的矮子 当即让律师将手术费送到了队长家里 作为回报 他终于在进监狱后第一次见到了母亲 随后队长更是给每位犯人都送去了安眠药 还单独帮矮子改善了伙食 不久后被关禁闭的御友也被放了出来 但他却不堪折磨 刚回到牢房就准备自杀 还好被其他御友及时发现 通知御警将其救下 御警最终决定将他进行24小时看管 看着没了人样的御友 矮子很是自责 他恳求队长带他去看医生 结果在遭到拒绝后 矮子说出了一声中他最后悔的话 队长被瞬间激怒 他先是将矮子一顿暴打 随后将他拖进了那间最可怕的禁闭室中 而在这里 矮子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地狱 为了防止犯人自杀 整间牢房全部由海绵垫软包 身在其中 你将没有任何时间观念 御警还会时不时用喇叭播放噪音 让你无法入睡 如果你幸运地睡着了 很快就会被一盆凉水叫醒 一个月后 饱受摧残的矮子被带到了监狱长的面前 他说如果矮子肯承认错误并改过自新 自己就可以放他一马 让他回普通牢房 虽然矮子恨得牙齿痒痒 但为了能逃离可怕的禁闭室 他还是向监狱长做出了保证 可看着矮子的眼睛 监狱长却说他的眼神过于嚣张 不但罚他继续禁闭一个月 还要再给他加点手 这次矮子学乖了 他通过连续的绝室装成重病 让狱警给他带到医务室接受检查 看着没了人样的矮子 好心的医生让他先在医务室洗了个热水澡 可就在医生准备为其进行诊断时 矮子却突然一把抓住了医生的手 恳求对方为他开出重病的证明 这样他就能离开这个地狱般的禁闭室 作为回报医生可以随便开家 见他这么爽快 医生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矮子也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可他绝没想到 医生出去之后直接就把情况反映给了上级 狱警们冲进来对着矮子一顿暴打 原来监狱长一直在对他进行的监听 两人刚刚的对话 早已被他一字不落地听入耳中 随后被打的遍体鳞伤的矮子又被送回了禁闭室 临走前狱警通知 由于矮子一系列的优异表现 他将再次获得两个月的禁闭奖令 可怜的矮子在昏暗的禁闭室中里抽出一条细舍 打算用绳子计算着出去的时间 没打一个结就代表一天 然而没过多久 他这一行为又被狱警发现 于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也被收走 这下矮子再也忍不住了 他拼命掐住队长的脖子 可马上又遭到了狱警们的暴打 而他攻击狱警的行为 也意味着禁闭时间将继续增加 狱警们更是将他的手脚捆住 一番挣扎过后矮子终于放弃了 绝望的他躺在地上面如死灰 与此同时 布兰科将军已经得知 正是康拉多对他进行举报才导致的自己下台 于是为了销毁证据 他深夜前进了康拉多的办公室 打算寻找举报材料 可突然一把手枪抵在了将军的头上 来人正是康拉多 康拉多把他带到车上 打算找个地方好好跟他谈谈 可就在车行驶到半路中时 将军突然将车撞向了旁边的大树 他打算用这种两败俱伤的方式和康拉多殊死一搏 二人几乎同时苏醒 几秒后车内传出了几声枪响 浑身是血的康拉多从车上走了下来 看来将军已经败了